这条河寸过去是蓝阳平原相当重要的水道运输通路 随着陆地交通的便捷 古名十六份寸的河流现在却成了臭水沟 也变成都市发展下被乱丢垃圾 与排水的脏乱之源 为了找回清澈的河流与美好回忆 这条河流所流经的三个社区 共同发起结合型社区环境改造计划 年过半百的社区居民要找回他们的童年时光 在河道的清理作业上 社区居民采用微网将垃圾拦截 同时打造了这艘巡守船 每周定期有社区义工进行清理河道 与宣导爱河互穿的理念 要让都市再度拥有美丽的河川 社区发起结合型再造计划 在环境保护的案例上创下了新的做法 也呈现过去比邻村落互相联谊的传统 以赖县包括新群 罗庄 东安三个社区 共同推出新罗东社区环境改造计划 将过去河村的港口辟建为生态池 当地居民也捐出私有地 开垦出一亩快乐农园 种植有机蔬菜和植物 美化社区环境 也凝聚河川流域两岸社区的居民情感 雪碎新闻 吴亦林 范文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